6月17日到19日,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召开了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。 据官媒报道,习在会议上强调,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, 观察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,牢牢把握政治建军的时代要求, 聚焦、打好、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, 以及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。 习要用十个明确向军队提出政治的邀请, 包括明确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的立军资本, 明确政治工作永远是军队的生命线, 明确政治整讯也要突出政治上的正本清源, 和明确强杆子也要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的。 由于中共三中全会临近, 这次会议事关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, 也涉及人事的调整, 在这个敏感的时刻,习跑到延安大袖刀把子, 自然引起了舆论的关注。 近日,网络上流传习在延安会上的激信发言, 里面就涉及诸多乐点, 如彭丽媛是否登上政治舞台, 战时经济,鼓动, 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, 打内战等。 这篇文章啊, 我的看法很明确, 就是反共人士托尾之助, 于二十大前, 习下礼上啊, 几乎是一个模子, 但有这么多人关注这篇文章, 其文共欣赏, 我们不妨啊, 还是给大家介绍点评一下。 文章说,习在延安正式讲话稿, 经总政总参和总宣三个部门联合审编后啊, 正式发表, 这里发布的是习在会议时的激信发言。 就说, 自行者说啊, 习在延安非常放松, 说话也相当的随意, 会议是以拉加长的方式开始的。 他说起了自己在延安下放的感受, 还说了自己带着自己的老婆到延安, 谈笑风声,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, 他居然还谈到了夫人参政的传言。 说了, 最近海外媒体, 特别是香港媒体报道说, 自己的夫人彭丽媛要进中央政治局, 在部队中担任要职。 习就说了, 彭教授多年一直在军队中做了一些工作, 但中央并没有内定他, 一步就能升到不可思议的高度。 大家不要相信传言, 我们有关部门就查了一下, 原来是有人想帮彭教授造势, 所以我就把中宣部一位副部长给撤职查办了。 中国历史上, 有许多皇太后, 产政, 干政, 还有江青同志, 都没有什么好结果。 我们不能把党的天下搞成习家的天下, 再说彭教授本人也并不乐意过多的参与政治。 这事儿就说到这里, 大家清楚就行了, 任何政令与信息都要出自党中央, 这是铁的纪律, 任何由触放红线的都要受到严惩。 所以在这里, 这个作者就告诉我们, 彭丽媛进入政治局, 他认为这次没戏。 习近平呢, 讲话又转如到政题, 他说了, 我们在延安开高层军事会议, 就是要重温延安精神, 目的是干嘛呢? 因为要打内战了。 当年是保卫延安, 现在是保卫北京, 保卫党中央, 长征使突破敌人的围剿, 延安则是对抗中外敌对势力的进攻,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。 这老西就说, 延安还有情理, 是我们革命的圣地, 中国的龙脉, 我的父亲最后就回到这片土地上, 我的将来也准备回到这片土地。 我估计可能性不大, 因为这哥们坏事做得太多, 难得能够寿终正寝。 当然了, 他又说, 毛主席也应该回到他的家乡, 有许多高僧大德告诉我, 纪念堂那片地呀, 是中华门, 从天安门通往天堂, 是一条神道, 神道被堵塞了, 我们中华民族就多灾多烂, 我们建国这么多年了, 总是多灾多烂, 祖国到现在还统一不了, 你看看人家赖清德, 现在精神气了, 很足啊, 我们说判死刑, 你台独判死刑, 人家说民主无罪, 他搞得我很难堪啊, 拆除纪念堂这件大事, 迟早要提到议事日程, 当然了, 最好是政协和人大, 有关人士提个建议, 我们听一听, 在这里啊, 这个作者就想说, 你看看这老习多迷信, 还迷信龙脉, 什么无神论, 简直扯淡, 为了龙脉不习, 要拆恩师的灵堂, 你看看是不是狼心狗肺, 习接着说, 今天到延安开军事会议, 就是要准备打内战, 所以各位就要知道, 他不是要打台湾, 也不是要打美国, 而是要打内战, 各位要意识到, 我们正面临重大的经济与政治危机, 我们面对的内战, 是看不见的战线, 甚至还不知道敌人在哪里, 但战争已经启动了, 如果我们不对战争的方式进行应对, 我们的党和政府就要破产, 你们都看到了紧碎作战中心, 在全国各地成立, 这就是战时状态呀, 同志们, 如果不通过作战方式获得税收, 我们就难以渡过难关, 当代国民党封锁延安, 现在美国和西方封锁我们, 我们现在与当年一样, 两条战线作战, 现在是警察和税务合作, 倒查三十年, 把先富的那一部分人的, 赚的钱要吐出来, 吃进去的吐出来, 不是说好了吗? 要先富的带着后富, 那你现在就得贡献贡献, 现在我们只能用战斗的方式, 强行剥夺他们的财产, 如果不这样, 我们怎么能够渡过难关呢? 如果紧碎联合作战, 还是解决不了经济的困局, 我们就要搞战时经济, 必要时刺刀剑红, 军队要上, 对我们政治经济不满的人, 挤压到一定的数量, 大量的个人破产, 银行破产, 企业破产, 这暴风雨就来了, 就可能撼动我们的政权, 我们的党和国家不能破产, 那怎么办? 那叫打内战, 我们最后的防线, 要靠刀把子, 靠军队, 战时经济管控, 是不得已才实施, 或者局部实施, 哪里有动乱, 我们的军队就要出现在哪里? 作者在这里想说, 这共产党老毛病, 就是打土豪, 分田地, 现在经济困难, 又来了, 开始要薅羊毛了, 现在经济危机爆发, 与五六四年代贫困完全不同, 当时交通信息都不发达, 一切都可以掩盖, 现在任何一个事件, 都会引发群体事件, 如果不及时控制, 也会心心之火, 燃烧到全国, 国内外敌对势力呼应, 那才是真正考量我们的时刻, 我们一代又一代领导人, 手上都沾着鲜血, 第一代领导人自不必说, 邓小平当军委主席, 开坦克, 上天安门广场, 当然不是, 这老队老队开不了坦克, 哎呀军队开坦克, 江泽民也是在一线作战时, 胡锦涛在西藏没有亲自开枪, 但也是全副武装在街头亮相, 我亲自指挥于印度, 石头, 杖棍, 就是棍棒作战, 也有士兵牺牲, 但现在看来, 真正的战争与牺牲,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, 对付国内出现的突发情况, 我们不愿意看到流血牺牲, 但暴风雨来了, 我们也不要害怕流血牺牲, 的确啊, 中共党魁, 人人手里都沾满了人民的鲜血, 老习接着说, 和平时间长了, 必然要发生战争, 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 也是国内国际矛盾, 冲突到不可调和的状态造成, 当年毛主席在国内国际形势严峻的时候, 在这里讲延安文艺, 搞那个延安文艺, 这个座堂会讲话, 搞延安整风, 今天我们在这里, 面对的是更严峻的国际, 国内形势, 但没有时间当文艺了, 当然这老习他也谈不了文艺, 因为不懂啊, 当然彭丽媛可以秀点嗓子, 唱一个希望的田野, 但是老习唱不了, 但老习说了必须要整风, 在三中全会之前, 要进行军事政治整风, 因为军队在我们面临巨大的国内国际考虑时, 要经受得住生死考虑, 习近平接着大谈, 可能发生内战, 说完了, 他话题又转到了国际形势, 老习这样说, 俄罗斯一直是我们国家200年来最大的北方威胁, 现在威胁基本减除, 很少有人看到我亲自指, 领导的这届中央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, 但我们的宣传部门又不能大张旗鼓, 搞个人崇拜啊, 我们注意到, 俄罗斯一些人警觉了, 认为上了我老习的当, 因为是我们鼓动他们打乌克兰啊, 我们对普京的鼓励, 其实就是一句话叫上不封底, 但并没有签同盟协议啊, 他们战争不给力, 直接影响到我们两国下一步的合作, 建军一百周年, 我们本来是可以拿下台湾的, 解放军就变成了, 完成了神圣的使命, 就可以改名了, 就不叫解放军了, 问题就出在这, 妄恶的俄罗斯, 以前呢, 我把普京当哥们看, 他这个仗打得太难看了, 我们还得啊, 看他们在战争中的过程和结果, 才能决定后续军事行动, 如果说一败涂地, 那说不定我们也出兵, 把过去失去的土地给抢回来, 说到这里, 您清楚了吧, 火箭军, 海军腐败严重, 经不起打, 我们现在只能那海警船那, 对相关国家进行骚扰, 这就是当年红军的战法, 叫敌居我老, 美国拿我们也没办法呀, 因为这个海警船的冲突, 是民用冲突, 触发不了相关国家, 与美国军事联动的红色紧包, 现在俄罗斯在重回苏联时代的统战, 没办法, 找金正恩, 也找越南, 意义都不大, 不可能形成统一战线, 特别是对付我们的统一战线, 这金家特不是东西, 一直吃我们的, 喝我们的, 借他胆子, 他也不敢跟我们玩对抗, 朝鲜仍然是我们原俄的通道, 这就有效的规避了西方对我们的制裁, 毕竟俄罗斯是我们对抗美国西方重要的屏障, 他不能完全倒下去, 越南想通吃, 东西方想通吃, 中俄通吃, 越南和印度一个得性, 印度能搞民族, 越南能搞社会主义, 都是机会主义, 我们的邻居啊, 没什么好东西, 这个话就不对了啊, 其实邻居好的还是很多, 日本啊, 韩国啊, 马来西亚, 印度离西亚很多, 但问题是谁愿意与你, 这个邪恶国家为伍呢, 中俄朝联盟, 可谓狐朋狗友, 臭味相投啊, 好, 老西接着说, 我们得东南亚, 该统战的要统战, 该给颜色的要给颜色, 但我们不能一下子就亮家底, 不动用先进武器, 而是用石头, 滚棒, 还有斧头, 用水枪, 有人说, 这是石器时代的战争, 这才是大智慧啊, 我在梁家河就经常用这些东西, 我们要用极小的代价, 尽可能晓得冲突, 练兵, 练将, 就像武林高手, 中国的功夫一样, 挥舞着斧头, 棍棒, 用这去打菲律宾, 才见成效, 同时也要看周边国家, 与美国西方的反应, 也对俄罗斯有个交代, 使美国西方的兵力, 不至于完全用的对付俄罗斯乌克兰战场, 现在看, 也只是表示一下, 对俄罗斯战争的支持, 实际作用基本上也就没有, 俄罗斯与北约力量的对比, 实际上差距太大了, 这个作者还非常好心, 怕浪费大家时间, 特别著名, 说许多废话, 在这里略去数百字, 那俄罗斯接着说, 我们党建国之后, 基本上没有外敌入侵, 并不是我们强大, 而是美国与苏联形成了对峙, 我们对外战争, 都是主动打击美国西方, 打朝鲜援助越南, 都是主动打, 得金门炮击, 也是主动打, 当时打也打了, 美帝国主义拿我们也没责, 毛主席时代的运动斗争, 其实就是打内战, 清理内部, 敌对势力, 异己分子, 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, 需要一代行人换救人, 救人救社会, 遗留当然要清理, 现在我们要建设新时代, 还得打一场内战, 我第一个失联主要是清理, 党内腐败分子, 敌对势力, 现在第二个二十年, 要准备打内战, 最大可能就是内战, 我们要统一思想和认识, 要用新时代军事思想, 指导我们的工作, 文革时军队没有出乱子, 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下, 八九学潮, 军队有异心, 有异动, 但最终还是镇压了米韵, 保证了我们党, 我们国家的稳定, 三五年内, 我们要面临巨大的风暴, 我们现在第一防线, 是由警察的力量, 进攻性防御, 就是通过紧碎作战, 保障我们的经济安全, 这是新时代, 打土豪分田地, 第二道防线, 就是军队, 随时准备镇压, 动乱势力, 党和军队警察, 是一个共同体, 命运共同体, 统一军事思想, 就是要保卫中央, 保卫北京, 保卫我们来自不易的, 红色江山, 而作者心很善良, 还是怕耽误, 大家的时间再次注明, 许多政治废话, 略去数千字, 并说了, 这个文章啊, 由吴曼山整理, 吴曼山, 我想可能是他给啊, 起的一个鼻名, 就是网信办, 你啊, 慢慢的三倍, 我相信观众朋友, 可以辨别文章的真伪, 但真伪, 其实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, 因为大家心里都知道, 是怎么回事, 重点在于, 作者所言, 中国正在出现全面的溃败, 从人心到政治经济, 外交军事, 再到中共的权斗, 一场内战, 或许真的难以避免, 但不是军阀混账, 而是人民, 从中共统治集团, 收回自己的权力, 好, 各位观众朋友,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, 明天咱们接着聊, 谢谢观众朋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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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